為了讓有長期租需求的民眾以優惠的價格來租房子 內政部證實目前正在研議使用全住宅 將會分成公辦和民辦兩種 以長期租賃的方式來使用 每個月在參考市場的租金折算 最長可以租二十年 但是不能夠轉賣 內政部長劉時芳也表示 可能會選擇人口密集的北部 現有的社宅來當作示範 但是使用的年限還有對象還在討論 台灣的高房價讓不少人以租代買 只是長期租屋所花費的租金也很驚人 現在內政部正在研議使用全住宅 預計選在人口密集的北部 找現有的社宅為範本 來滿足青年的居住需求 全力推動社會住宅的目標下 我們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土地資源 是可以拿來做使用全住宅 台灣的民間事實上就只有傳統的建商 所謂的使用權住宅概念就是讓租 又買不起房的民眾有新的居住選項 目前內政部研議分為民辦和公辦 兩種模式 公辦是以出售或出租國有土地 售價只有市價的三到五折 讓政府新建住宅 最長可租二十年 租金則參考每月市場租金來折算 但無法轉賣 至於地上權住宅 則是政府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再由地上權人蓋住宅分戶賣 再透過繳地上權利金取得地上權 價格大約是市價的五到七折 租期長達五十到七十年 但因為可以出售也容易成為炒作標的 有專家提醒 使用權住宅如果上路 政府要如何長期維護和管理 僵事考驗 目前有關使用權住宅相關的使用年限和使用對象 都還要在研議 上路時程仍是未知數 由於只有使用權住戶無權狀 權力變更 恐怕都需要房屋登記者同意 也就是政府或建商 加上週轉率低 是否對整體租賃需求有幫助 仍得深深評估 記者 郭俊麟 報導